美國特別工作組將由商務部長 農業部長和運輸部長共同領導 重點關注住宅建設和建築 半導體、運輸、農業和食品等 關鍵產業的供應鏈短缺問題 白宮表示 雖然短期供應鏈中斷是暫時的 但拜登政府仍會採取行動 盡量減少對工人、消費者和企業的衝擊 6月8號同一天 白宮還公布了一份長達250頁的報告 公布了針對美國關鍵產業供應鏈的評估結果 根據報告結果 拜登政府將會建立一個 由貿易代表領導的貿易突擊隊 專門針對不公平的外國貿易行為 提出單邊和多邊的執法行動 矛頭指向中共的意味十分明顯 此外 內政部也將成立工作組 落實在美國生產和加工關鍵礦產的地點 由能源部領導電池及電池材料的本土生產 國防部則將投資擴大中國以外的稀土 元素開採 以解決供應鏈漏洞問題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